我必须要让各位很清楚地说情绪完全是你主观的感觉 你看到这个花你会很开心那是你的事情 因为有人看了这个花他就不高兴了 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很想吃那是你主观的 别人也许他就不想吃 对每一个人来讲 他所产生的反应大部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能倒过来讲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乱改成语 很喜欢制作主张 结果是害人害己 我们只能够说我不喜欢的你大概也不会喜欢 我们不能说我喜欢的你也一定喜欢 那就错了 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这个酒是好东西 每个人跟我喝一杯 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人家有什么反应 你可以去看一看 人家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喜欢人家不一定喜欢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把它倒过来不一定对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 你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但是己所欲 你不可以要施于人 你不可以 我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你一定也喜欢咖啡 我们一起来喝咖啡 结果晚上我睡着了 你还在那睁大眼睛不能睡觉 你是什么居心 他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他是很主观的 一点不客观 第二个 我们身体的变化也不一样 你看有的人体质比较敏感 有的人他比较无所谓 有的人下午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有的人晚上喝咖啡他照样睡着 他根本不在乎 体质不同 生理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然后表情跟动作不一样 你看有人很夸张 有人那个表情很夸张 我必须要让各位了解 现在的人表情越来越夸张 是对自己不利的 你看小小的 我瞎死了 人家都就好笑 那有什么好瞎死的 你就是自己表示你高贵 那你有什么高贵呢 那都是非常不利的 看来有的时候瞎死了 人家就笑你 不会同情你的 为什么一只蛇来 你会怕成那样的 就是你表示你很高贵 那你有没有那么高贵呢 你没有那么高贵 你穿成那么高贵 不值得 因为这样 职位越高的人 他几乎没有什么 太多的表情跟动作 他没有 我必须要说明 我们在这里有些动作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要在电视台上面 要讲东西 你就不能不配合 平常讲话 你干什么 抓模作样 很多人很夸张 在上面讲东西的时候 写黑板 你干嘛 不好的示范你知道吗 大家就觉得好 这高啊 为什么好呢 我们经常做负面的 做不良的示范 自己还不知道 教坏自己的儿子 没有关系 教坏别人的子女 你是罪过很大的 可是今天人都没有这种警觉性 我觉得很奇怪 我在这里还是呼吁了大家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家庭教育 要重视亲子关系 一句话就讲完了 养儿子不交 害自己全家 养女儿不交 害别人全家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自己情绪不好 所有跟你在一起都倒霉 不倒霉 你那么夸张干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哎呀真好吃 是我生平以来最好吃的 这不是笑话吗 很多人拿了个奖品 不得了了 那就这个人志气很小 这辈子只能拿这个 就是很大的 以后大的跟他都没有份了 我们不是外国人 搞清楚一点 中国人是比较含蓄的 因为他知道 别人的感觉跟你不一样 你的这种表情动作 会给人家不同的观感 引起大家不同的情绪变化 你少来这一套 我们的目标是助其回首 助其回头 而不是干脆把它逼到 实路上面去 那什么意思 那你既然要把它 让它回头 回心转意 那你必须要保持冷静 要保持冷静 所以我们再回头 刚才是讲的话 放到事情 保持冷静 你要晓得 你平常多关心它 多了解它 实际上讲 它不太容易 有外遇 一旦有外遇 你去骂它 倒不如改变自己 我平常少关心它 所以造成这样 我现在多关心它一点 把它拉回来 你不要去说 因为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或者你现在怎么样 我就会发现 不会表情 你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很冷静 先把自己没有做 先补好 你尽量改善自己的行为 对方也会改变 因为人都是有良心的 他当时为什么会出去喝酒 就是大家很不舒服 他因为喝了酒 认真的那个人 又糊里糊涂 好像糊里糊涂 也是他借口 那借口就借口嘛 你会编络他是有益的 不是别把他逼走吗 好 那我现在呢 我就把家搞得温馨一点 然后他呢 就比较过 从外面乱跑 他就回来 慢慢那边就断绝了 那不是很好的事情 不要使他扩大 使他更激烈 不是想把它颠覆掉 不是 想把它补全 那我们就有十个字 给我的参考 叫做委屈求全 要求全 一定要先委屈 你委屈 好像对自己很不利 其实没有 因为他的回心转意 使得我们迫近重圆 那是一件好的事情 慢慢的他也会修正 然后以后的日子 大家更有默契 更亲密 更和谐 那就好了 就好像摔一跤一样 那摔一跤就一定要上吊吗 没那么严重啊 摔一跤起来 提起教训 以后走路好好走 就算了啦 那我比老提说 你看你擅自专标 你又提那老师干嘛呢 就不必提了 你先改变自己 对方也改变 你更有信心去改变你自己 他更改变 然后两方越来越好 你根本就不要提那件事情 那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很圆满 虽然当中曾经有一点点矛盾 沉沉有一点捏痕 最起码呢 他是个整权的总体 不要撑这个机会把它复累掉 不要所以情绪化的发作呢 其实是最下车 那如果事态已经蛮严重的 因为你没有注意嘛 你刚开始注意很容易啊 你没有注意 事态蛮严重的 已经考到这个 好像不可说实了 那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嘛 就请父母出面协助 你不要为了面子 不敢去讲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先跟谁讲 先跟娘家的人讲 还是先跟父亲家的人讲 我觉得在哪里发生的事情 就在哪里解决 这是比较对的 那这种事情怎么办 是先跟妈妈讲 还是跟父亲讲 我是觉得像这种事情 还是要先跟父亲讲 你说他最近有这么多状况 那我不晓得什么状况 那我也不方便去 是不是可以请爸爸 去调解一下 如果我去调解 一看他去 爸爸妈妈 他儿子 你能够这样的 他们两个去谈 比较容易谈 你去谈 最后他们全家人站在一起 跟你对抗 一个人考虑过人家 全家人 搞不过 那如果 儿子发现 媳妇在外面有怀疑 那跟谁谈 我不要跟谁谈 你要跟谁谈 所以像这种情况 你发现 先生有外衣 媳妇跟公共讲 还比较好讲 但如果说是 妻子有外衣 你一定要一想 全家人一定谈你 说 一关 最终他得了 我们就要进不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讲 还要去跟 媳妇的外调人去讲 看看他们全家人 是不是都支持他 如果他们全家人都支持他 那问题就很严重 因为他背后有人支持 就表示你这个 女婿实在是 他就相恋 他们已经准备跟你离了 那你就要做那个准备 我们再说一遍 会不是说夫妻绝对不能离婚 不是 我们是说尽量不要离婚 是不得已才离婚 那最后真的要离婚 我们有离婚的一套方法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不可能说世界上都没有离婚 哪个也都 他们全家人甚至都已经商量再商量 就准备给你决定 要把这个离婚赶出去 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啊 我这个女儿现在虽然已经 三十五六岁了 但是呢 现在再不离婚的话 往后他更没有本钱 更糟糕 趁早 那可能 真的不可能 那就表示你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千万记住 不要为了面子问题 那是鸵鸟政策 把自己躲起来 好像事情就解决了 错了 一定要勇敢的 面对的 但是要冷静的 要理性的时候 父母出面的时候 自己跟不要讲话 因为父母都出面 你会这样子干什么 就跟父母都去调理 但是也不能趁事哦 你看我父母都出面了 我们全家人最后离婚 那最后就是大干一场 任何事情只要准备大干一场 那都是很惨烈的 没有必要的 对方回心转意 你就开始要谅解他 你说其实是我做的不对 你才会这样 那就好了 不要说疑神疑鬼 连对方真的改变了 你就不相信 那你是什么意思 千万记住 人非圣贤 熟人无过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换过是很正常 很平常 几乎是必然的 一个过程 只要过能够改 那就不要老记住那个过 你老记住那个 没有好处 他是无心的 你更要谅解他 他是有意的 只要他真正的向前心 要改变 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说 一相信你就放松了 因为他是有记录的人 所以你更要小心去注意他 我们已经讲过了 回来替他整理衣服 顺手要摸一摸 了解了解 怎么最近老口袋里面赚很多钱呢 干嘛呢 像这样子是对的 怎么每一次出去 回来前面光光呢 干嘛呢 这种都是不正常的风水草动 你不要用责问的方式 你用关心的去了解他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外遇 外遇第一个 想办法防放 想办法避免 第二个 一开始 你就设法把它挽回 使它断绝 第三个 事情严重了 那你只好鼓起勇气来 找到失账的长辈 然后让他来帮你帮 我们不要疑神疑鬼 疑神疑鬼没有用 你要想办法去 看看是怎么回事嘛 你老是真的怀疑 而且没有动静 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怀疑不好 警觉很好 你看这两个很奇怪的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你老怀疑 那你就没有动作 我警觉 警觉我有动作 警觉才有动作 怀疑有什么动作 对不对 我警觉 什么会不一样呢 我去了解 没事最好 有事我们面对之心 再谈一谈 你可以问问先生 你最近帮的很多外快 他说没有 那没有什么口袋老友前呢 你可以这样开玩笑的跟他谈这些事情吗 你不要开始说你这钱来路不当 我为什么来路不当 为什么有钱就一定要来路不当呢 你不要一口认定他犯错嘛 你问我这种状况是怎么回事嘛 然后我们比较的时候 是可以动员全家人 动员全家人对付这个人 那当然你的身世会高 可是就要看你平常跟大家处得怎么样 你平常全家人都在追光啊 这个时候你想动用全家人 谁都是不不会帮你嘛 不会真心帮你嘛 甚至看你笑话 所以为什么平常做人很重要 我们常常讲平日要尽量的广街上缘 等到警调的时候 林家才会回头来帮你嘛 你平常很生气啊 一起讲道理啊 而且得利不老人啊 社会的永远是你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主张 得利不老人 我们不主张 理直不能弃壮 理直要弃和 就是理直弃壮 理直弃壮是有它特定的情况 一般来讲 我们是理直 而是弃要和 弃要和弃 你很和弃的去讲道理 人家比较容易听 你弃很壮 讲道理 没有人会接受 所以为什么我们只要讲军人 他是讲什么 我们讲平常人讲什么 不一样 军人他有正弃 因为他要打仗嘛 他没有正弃 那你做生命的人 就不能有正弃了 你不要和弃 和弃才能生财啊 我们从里面讲过正弃身材 没有 那家人怎么 家人怎么 家人 男的要有骨气 女的要有柔情 一个没有骨气的男人 那是两样强 那是扶不起的阿斗 迟早离婚被他气的 不想讲话 男人要看他有没有骨气 我们在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 千万记住 家和万事成 所谓亲情 就是大家 以和为先 而不是以礼为先 你到底在你这边 你是去找所有的人 把人遇到外面去 没有用 但是千万记住 不要 青年要放弃 不到最后关头 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你换一个 不见得比较好 这个很坏很坏 他再怎么换你就清楚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东西是新的好 人是老的好 人是旧的好 他有道理 东西当然是新的好 新的不好我再换一个吧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人不对 你这个太太你一看也不对 你把离了 你再换一个会比他好吗 谁也不知道 你现在看看比较好 进来才知道比较比较凶 那么更糟糕 他再换再换 也不过这么坏 也不过如舍 你换一个可能比较可以糟糕 你下跌走路干嘛 人是旧的好 东西是新的好 这没有错的 因为你慢慢了解他 他也慢慢了解你 两人经过这么久时间谋合 你都放弃掉 你又要从头来 很累耶 所以我们要防止怪异 我们要想办法解决 但是最好的办法 还是和喝辱出 破镜重圆 把那一段当作是一个意外 出了一个他说 好像挽回来 以后不要再提 但是要提高进去 这样就好 外遇 对个人 对家庭 对社会 都是 害处走走 为了短暂的那种 很奇怪的 你认为是快乐的 而导致无穷的 长期的苦恼 值得吗 不值得 但是这种事情很多 非常之多 我提醒各位一句话 你伤害任何人 最后一定伤害自己 一切都是回头的剑 你好像在射伤别人 其实那个剑会回头 最后一定是射伤自己 前往前往 要谨慎 不要搞这些 我不能说他无聊 最起码 破晃无穷的事情 短暂的快乐很快会过去 后面的事情 够你玩不玩 其实做一个年轻人 你一定要提出 不要随便有意见 因为当你有意见 老板不踩他 就慢慢会形成一种习惯 反正 你如果老板看了一张嘴 不音 那你就玩 你全玩了 你自己取怒 而且你自己没有前途 是你自己造成的 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提建议 摸清楚 跟左右善良善良 甚至最好的办法 让别人去提 大家都不敢提 你要提高警觉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提 大家强的要提 你不要想 为什么大家强的要提 你从这个差异性 你慢慢去琢磨 你就知道 为什么有的事情 大家都敢说 有的事情大家都不敢说 有些事情讲了几百遍 都没有用 他一定有道理 然后你就开始 尝试着 来做第一次的建议 第一次建议 就被老板接受了 那不得了 以后老板对你就力量相抗 以后你讲什么 他就接受度会比较高 第一次建议 就被老板否决了 那你最好 保持两三个月 不说话是比较好的 你联系的时候 你就倒霉 因为他们 那就变成习惯 因为看到你 他就否则你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没建议的 如果老板叫我去做 我一定有把握把它完成 而不是我建议老板说 很好你去做这个 回来 这个也不支持 那个也不支持 自己掉在办公室 那你不是自投口吃吗 第二个 我的建议 老板财答了 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我不能 因为老板会是你 你的意见我会财答了 你会不会到处去吹嘘 老板最恨这种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不好的 就是希望大家 特别看重你 然后特别巴结你 特别任何人 那你是为你 不是为我吗 老板先想 你是为你 那根本不是为我 所以聪明的人 他建议被老板 踩拦人家 说听说这些 没 这回事 那老板自己想的 我哪里有那种能耐 我根本没有能耐 你越是这样想 老板又相信你 你到处去吹 你看 没有我建议 他有什么好成果吗 都是我建议的 完了 通通完了 因为这种话 很快就传到了 中文别的话 他不热心传 这种话 他都热心传 老板 他在外面 到处吹 说这些人 幸好是他及时 跟你建议 要不然他哭咆很多 他会加油 天出 跟你讲的 那个不堪入耳的 那你就完了 你全完了 为什么老板会相信这种话 因为就是你建议的 如果不是你建议 就造谣 老板恍然不会相信 他不一定就是你建议 就是你自我自 那外面怎么会知道呢 可是你到处吹 第三个 你从此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人家利用你的工具 这个你去跟老板建议 这个你去跟老板建议 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人 他在这个公司 能变成资讯特别灵通 特别知道的多的 就所有人都集中目标在他 希望利用他 然后去向老板去建议 你就完了 真的完了 老板第一个觉得 哇那你真是什么都要管 第二个你样样都通 真的假的 第三个 那连这种事情 人家都要告诉你的话 那你不得了啊 那老板会除掉你不可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那老板那么相信我 怎么是特别人翻脸呢 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现在人就是不够紧缺 完全不够紧缺 你看我刚才讲的说 老板下一天叫你去 你去老板生经病嘛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你讲嘛 没有事 没有事我会回去了 老板建议政府全程 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机会 就是因为你警觉性不高 结果死掉了 因为当一个人 要用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会用不同的去考验他 他经常会去考验他 你经得起考验 他就重用你 你经不起考验 他就到此为止 他不会怎么样 但是到此为止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 始终升不上去 就是老板心中已经知道 你已经到此为止了 我再提搬你 我倒来 那条界线是谁化的 是彼此互动所得到的 不是说法定的 不是说规律的 不是说科学的 不是 老板他不会随便相信一个人 因为太可怕了 老板不会不相信一个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事 我们先替老板想想就知道 他是很为难的 所以他必须要考验考验考验 考验他认为可以的 从此任何人打下报告 他都不相信 所以一个年轻人 你一定要有这种了解 就是说 要一下子老板相信你 很难 要一下子你讲什么 老板都踩到你 很难 因为老板对你没有信心 那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当老板 不踩拿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怎么办 当老板踩拿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一定要两边都市 否则一下就完了 做人 就是要耐烦 你看我们说的 你活得不耐烦 你怎么要死了 你连烦都不耐烦 你活得干什么 你不要活 这个还是观念问题 一个人有机会耐烦 有机会吃苦 应该觉得很难得 很可贵 很珍惜 就算是正确的观念 如果觉得 哎呀怎么那么烦呢 怎么那么辛苦呢 人家那么辛苦 那么轻松 我怎么那么 命不好啊 很多人就说这样 命不好啊 那这个人就完了 没有什么西藏 因此 你要不要继续望上身 你要不要跟老板 拉近距离 这不能勉强的 因为有一利 必有一弊 我们不要上当说 啊这样好那样好 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当你跟老板 越靠越近的时候 你要记住 你的危险性是越来越高 我常常问很多办公室主任 我说你当办公室主任 对不对 老师啊 我说会不会有很多 亲戚朋友 外面的人 内部的员工 来请多你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 那就你不称职 你根本不称职 人家连这个都不来拜托你 那你还当什么办公室主任 然后他马上讲 油油油 我说油油油 你也惨了 因为老板最讨厌你这样子 这才是中国社会 那有时候像这样 大家讲的那么简单 说你怎么走都对 怎么走都不对 怎么走对 只要没有人跟你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就要自己检讨 然后完全不像办公室主任 只要有人跟你来到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就可能知道 我千万不能做 我一做就死掉了 那就当中你要走出一条路来 你不走一条路来 你还走得上去 你根本走不上去 因此 人就是不断的磨练 我要磨练这个人 我不用理念 有很多人是有理念 没有磨练 只要你经不起磨 只要你没有被磨 那你什么都不要讲 你讲的都是要只善谈兵 都表面文章 都是听得好听而已 所有的事情 他都很复杂的 所以人要耐烦 人要不怕吃苦 人要随时随地提高警觉 有机会替领导 分忧分扰 那你是不得了 你的价值整个体现 老板又有什么事情 你不能替他做 但是你会出主意 那他觉得 这样很好 那还得了 你看为什么 刘备对孔明那么尊敬 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那刘备不是有什么家常的人 他因为有留学 他只是他每次出的点子 出的意见 刘备就觉得太好了 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 这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 只要不断地积累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 说合适的话 提供可行的方法 那老板自然要你分劳分忧 老板要你分劳分忧 他就会特别照顾你了 他必然 因为他生怕你跑掉 他生怕你身体不好 他生怕你这样 生怕你那呀 那到底谁是领导 接着你变成领导了 对领导者的身份 而能够享受领导的待遇 这个才是最尊龙的 你看历史上多少人都是这样的 你看唐太宗就好 唐太宗有两个人 他只要做什么大事 都想到那两个 一个叫姓房 房子的房 一个姓杜 这两个是他很得力的 那很多人跟唐太宗讲说 你要出来啊 你要取而代之啊 就是把隋杨帝那个朝代给他换掉 他说我有哥哥 大家说你哥哥不行的 你弟弟也不行的 只有你啊 你看相见就是领导跟被领导的那种侧谋 所以想想看 如果你是李世民 你马上说好 老实上你的干部也会怕你 你这个人你看没有兄弟的感情 不尊重这个家庭伦理 那我跟你以后被你杀掉也说不定 你连哥哥弟弟都放在原来 我没放在原来 所以李世民他一定讲这不行 他一定要讲不行 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 其实中国人事情真的假的不重要 最后大家那种谋合的程度比较重要 心里的感觉比较重要 他再三推 干部再三建议 最后他说那这样子吧 你去问问黄跟杜这两位 因为那两位已经被他的哥哥 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这样子说好 他说等一等 如果他们两个赞成 你们要怎么做 他说两个赞成忙 钱来帮忙 那李世民又问 如果他们两个赞成不来 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领导人 他会照顾到很周全 那个干部 他 你被领导人 要有很好的一个全盘计划 你才可以行动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么回答 你几个选择一个 那我们就算了 也不要勉强了 那李世民就觉得 我靠你们这些人 我看也完蛋了 我不要干算了 最后是我死的 你们还活着 那我要干什么 那三个人说 如果他不来 我们就杀掉他 那李世民还说 怎么可以杀他 他们非杀不可 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说 你如果被信任 你如果被赏识 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当那边 要不到你的时候 他一定杀你的 你想你没有什么 他杀你干什么 他杀你干什么 他不杀一样了 所以人有毅力 他必有异弊 你要衡量那个轻重 自己去定位 这个定位很重要 后来 黄跟杜两个人 就变成唐太宗 很重要的左右手 大家有发现 这两个人的信很巧 一个黄一个杜 就是黄斗黄斗黄斗 有那么巧的 黄是什么 黄是一黄 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有动作 赌是已经发生了 你怎么去赌他 你黄不住你就要赌 那赌不得了 看你当初有没有黄 他这两个人是绝对很可爱 可是讲到这里 还不足以讲黄独两个人的功劳 他们两个在历史上 没有留下任何功劳 没有 你找不到他们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这才了不起 因为他没有公告真主 你看历史上 凡是被领导重用 有时候都死得很难看 你看刘邦 杀韩信 对不对 雍正 杀年跟姚 这都很残忍的事情 所以很多年轻人 看到这些就说 哎呀 那功劳老师 功成老师被杀了 还不如不要帮功成算了 因此我们说 在一个人的过程当中 你随时随地 要调整你的定位 老人一个人在基层 你还不足以说 会被大老板杀掉你 他还不足以 可是也不一定的 你管的是什么 管的是秘方的时候 当然你会讲 秘方不可能轮到我管 秘方不是他女儿管 就是他太太管 就是谁管 一定是他们的人管 但是有时候 这个老板什么任都没有的时候 他悬上你 那你管 那你就惨了 随时有被追杀的这个机会 那你自己要去定位 你看 只要人家知道 你手上有秘方 那你常常 各种引诱 各种贿赂 各种威胁 各种恐吓 都来了啦 大家听到这里 一定觉得 哎就做不了了 太辛苦了 因为有太多人跟我讲这种话 我一句话就解决了 其实我每次讲到这里 我都觉得 中国社会 它是非常细腻的 牵一法 动全身 但现在年轻人 他都比较粗犯 他说 其实说人天就是粗心嘛 然后他很大意嘛 他认为这样就对了嘛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人生的路子 说长不长 但是说短 还是不短的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 很踏实的 去走出你的路来 从一个老板 很赏识的人 到一个老板 愿意考验你的人 最后变成老板 信任你的人 这时候就会 特别要挑战成这样 因为那就是最后关卡 你能够透过 最后一个关卡 让老板觉得说 这个人 就算人家 怎么打下报告 我都不以所动的时候 你都不得了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高度危险 就是你就会变成地下老板 地下老板 也是很可怜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就步步为营 他每个阶段 都要好好去调整自己 然后走出一条 走出一条什么 这条路是高度很难 叫做善终的路 这都是不得善终的嘛 你看很多人很有钱 一下跳楼了 那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很有名 一下爆破了 那是假的 那是什么意思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人生像什么 人生像怕楼梯一样的 你哪一家踩空呢 你可能就完了 我们做一个人 最要紧的 要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 有几两种 知道自己 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发挥到什么地步 你千万不要过分 不要以为说 我得到多 我就真的得到多 你得到多了 你一定也失掉多 你千万千万记住 我们名时相符 就叫旗鼓相当 老板也在长进 我也在长进 我们两个同步 总有一天 我们会到很和谐 但是管是和谐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讲一讲 怎么样在和谐当中 要做一个有效的互动 那才是真正重要 人要不断地努力 努力做什么 努力做两个字 选择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 我们要培养的 就是选择的能力 因为我们选择的能力 实在太差 今天我们很难得 各位在这里 我讲的话 都跟各位的未来 细细相关 这是我们今天 要面临的问题 你看大学里面 成绩很好的人 出来社会 没有什么好好的表现 很少有什么好表现 呆 呆 呆有什么办法 我从小 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叫我去做昨夜 我连一次都没有叫我 你看多少妈妈都在叫小 去做多月去读书 我觉得很奇怪 你讲这话干嘛 你看我妈妈从小 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一直到现在 每次想到我小时候 想到我妈妈 就想到一句话 去睡觉 小孩子早睡早起身体好 你讲一句话 我说我昨夜没有做完 妈妈说 没关系 睡觉 第二天老师打我 没有打我妈妈 我当时最恢复的事是我妈妈 她是管理学家 为什么 我从那天开始回家 恶话不说 你讲什么东西 赶快做多月 要不然又要抓去睡觉了 这还得了 这个叫做根本治疗 我们曾经讲过 结婚的目的 其实是多层次的 其中有一个 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 也就是生难欲礼 这个是人类天经地义 要做的事情 因为人的生命 它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人死了以后 那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 因此呢 我们就开始有文化 文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生活上的花样 我们借的什么东西 来让我们跟别的民族不一样 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每个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花样 所以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而这个文化 它是要传承下去才有意思的 否则一阵子就从地球上消灭掉 那有跟没有一样 那人的生命有限 而我们生存的花样要传承下去 那靠什么 就靠一代又一代的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 就这个道理 儿童长大以后 他又继承上一代的那些花样 然后他死了以后 他的下一代又继承起来 这个就叫做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啊 不是指一个人永远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而是指这个民族 他不断地有后代 那后代从你们来的 就从男女结合 那么生男女 那男女结合 如果没有得到宝藏 那个就不叫做合法 也相当不合理 所以一定要结婚 那结婚的目的 就在创造新的生命 所以他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夫妇关系 我们中国讲伦理 伦理的第一轮 不是父子 不是父子 而是夫妇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 好像父子很重要 父子当然重要 但是呢 没有夫妇 哪里来父子呢 所以我们的想象 好像说 父子 比夫妇还优先呢 其实不是 天地间先有夫妇 然后才有父子 所以不能说 夫妻不重要 那夫妻呢 如果不能持久的话 那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那个家庭就不稳固 不稳固 这文化的基础 就才产生动摇 那下一代啊 他就没有人好好教养他 所以他就无法去传承 我觉得传承 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传不下去 这个民族就中断了 所以外国人常常讲 这是个不连续的时代 就是因为他们 不太重视传承 他们有每个人有自由啊 一代一代不一样啊 你爱怎么样都可以啊 不必顾虑 你的父母怎么做 那他就不连续 不连续就中断 中国是连续的 我劝很多人说 你读洋人的书 你要小心啊 他是写他们的事情 不是写我们的事情 你看我们哪里有不连续 我们摇顺鱼滩 文武周公 将一路下来到现在 没有中断过嘛 你时代怎么变 环境怎么变 这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了 这点别的民族做不到 我们做到了 为什么一本书写不连续时代 我们就真的以为所有都不连续呢 连续了 所以分析关系 它要永久 家庭才能够稳固 我们的文化就能够连续的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求天长地久 不像现在 什么都是一次性 一次性 一次性 那个一次性是全从美国人搞出来的 美国最大一次性是什么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你的礼服 然后回家一拆开 就变成穿年部 穿年部用久了以后 就做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长远的打算 那么干嘛就求一次性呢 你看现在我们什么都一次性 那两个人结合也是一次性 那你就跟基礼 跟基礼跟来一下 跟那个人碰一下 没有两样嘛 那不叫家庭嘛 所以天长地久 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结合 而且中国人还不止说天长地久 我们还说 愿生生世世都结为夫妇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这辈子我爱上一个人 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没有保险结婚 没有关系啦 我守卫 一下子这辈子就过去了啦 下辈子我们再做夫妻还来得及 你看中国人都有艺术心 我们不一定样样都科学 因为人生除了科学 它有很多艺术的层面的经验 我们人有精神 我们人有肉体 纯粹是肉体的结合 那是没有爱的性生活 那不会持久的 而且很快就厌恶 我们精神的结合 有时候啊 恍而超过了肉体的结合 你要夫妇分开来 他们两个 还是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你 只因为什么 工作的关系 交通的关系 种种的关系 不能整天相聚在一起 但是 我们身体我们是隔离的 可是我们精神永远在一起 我们精神还可合一的啦 所以我们有办法把两个人隔开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心分开 因此呢 我们常常讲母女连心 为什么母亲跟女儿她会连心呢 就是她从小照顾她 女儿心里也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爱啊 不定是男女之爱 而且是父子 这个父包括父母啊 子包括子女啊 中文讲父就包括父母 讲子就包括子女 不要说我们讲父子 就好像我们不重视母女 没有这回事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分过 所以 我们结婚的目的 就是要生男与女 有的夫妻 当然两个很恩爱 可是很单调啊 你看我 我看你 看久了 他难免会有点 遗憾 我看来看去就我们两个人 所以生了个小孩以后啊 父母的感情往往会顿好 你去看好了 大家就同心协力 为这个新生命 来共同教养她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觉得啊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爱情 其实我们是寄托在 生生世世的关系上 像人常常讲啊 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这两个人怎么会相爱 冤家嘛 叫欢喜冤家嘛 我们有一句话 我相信各位都很熟啊 叫做三不赚 三是不会赚的啦 三怎么会赚 但是人会赚呢 三不赚 人在赚 那怎么赚呢 就是不是冤家 他不会聚头嘛 所以你在等谁啊 我在等冤家嘛 只要是欢喜冤家就好了嘛 所以你说两个人完全百分之百的情投意合 两个人百分之百的一样 其实也不好 我常常讲说 夫妻两个人 你也喜欢洗碗 我也喜欢洗碗 那吃晚饭抢得洗碗 那好吧 也不好 可是两个人被靠背 意志性太高 也糟糕 我们两个人夫妻 你不喜欢洗碗 我一直不喜欢洗碗 但是我都没人洗碗 所以有的事情我喜欢做 有的事情他喜欢做 多少有点不同 这不是更好吧 互补性强 你总比那个同质性高 可能要好一些 因此呢 我们都知道 夫妻就是 你欠我 我欠你 那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 你也不欠我 我也不欠你 不可能说我们俩完全没有关系 那没关系怎么搞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迷信 我们是推理啊 那么多人 你怎么看上他呢 那么多男男女女 怎么你们两个会结婚呢 他一定有些 说不出来的那个道理 我们就把它叫做缘分嘛 那什么叫缘分 缘分第一个就是要有机会啊 你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你怎么变夫妻呢 你说有人介绍 那介绍也有见面的机会啊 也要有人愿意介绍啊 那也是一种机会啊 如果连机会都没有 那不可能成夫妻 第二个是关系 你有机会没有关系 那就有缘无分嘛 对不对 很多有机会啊 但是最后没有关系啊 第三个什么 第三个要持久啊 你不持久这种关系 很快就忘记了 也等于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慢慢就感觉到啊 夫妻呢 他就是要我们同心协力的嘛 他要我们同心协力 要不然不需要在一起嘛 那怎么同心协力呢 有个共同的目标吗 那就生个小孩吧 小孩不再多啊 再精啊 多生不如少生啊 少生不如幽生啊 那这样就对了嘛 你生一大堆干嘛呢 什么好玩的 一两个 甚至一个 好好地教养他 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那父母就很有成就嘛 那这样说起来 我们的性爱是什么 性爱就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啊 都没有什么丢脸了嘛 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呢 我们躲躲闪闪是尊重别人 不是说这种事情很丢脸 不是 你看 我们女性 她长到某一个年龄 她就开始有月经了 最有月经只说 恭喜啊 你长大了了 这什么丢脸呢 每个女生都有啊 所以做妈妈的 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哎呀 哎呀 从小就要让我们的小孩子知道 性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 来 你到时候 你的乳房就会搭起来 就表示你是女性 你有女性荷蒙 应该告诉他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啊 怕人家看到啊 压 那都不正常的 那男性呢 男性到时候有胡须啊 那个 你不做了 胡须就长出来了 就表示你长大了 要多负点责任啊 这 真常啊 为什么怕人家看到呢 你看我们性的游戏 其实是从小孩就开始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也没人教他 他就喜欢把衣服脱关 因为他本来是没有穿衣服来的嘛 你把它穿上以后 他偶偷掉 甚至他喜欢脱掉 这个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带了小孩 去玩弄他自己的性器官 他玩弄手指头都可以 为什么不能玩弄性器官呢 其实小孩对性不了解 或者有误解 都是父母 不会教 才会造成了嘛 哎 为什么他玩手指头 你就不会 哎 他玩他的性器官 你就哎 那就让小孩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好像很特别 全身的器官 明治国都可以教 只有这个明治国不能教 为什么不能教 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所以父母在这方面呢 自己要有关键的观念 这种性是天性 是自然给我们的一部分 不要从小让小孩感觉到 哦 这个不能讲哦 这个要偷偷摸摸哦 那更糟糕 你看我们经常看到 那个小孩子问妈妈 哎 这个小孩子从哪里出来的啊 妈妈说你问爸爸 那爸爸说你不讲 不要我讲 那小孩就感觉到 这个好像很神秘的 有什么神秘的 没有神秘的 我们男女有别 这是生物性的差异啊 这不是人为的啊 不是人生下来都一样 然后我们后天装上一个什么东西 让他变成男的 我们去掉一些什么东西 把他变成女的 没有啊 他一生下来 男的就男的 女就女的 这是天生自然 他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啊 这没什么好丢脸的 没什么好躲躲闪闪的 没有 可是呢 我们像接吻啊 像拥抱啊 像亲吴啊 那到底要不要 四个字就讲啊 合理就好 为什么像外国人一样 见面就要抱在一起 抱得很热烈 其实外国人那种方法 我们看起来好像生离死别一样嘛 有这个必要吗 马上就要见面了 两个人搞得这样子 马上就是要生离死别的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嘛 中国人最知道老天爷 他会让我们再见面的嘛 冤不着那样子 合理就好 我们也有拥抱的 就是那个人他 被死冲走了 大家急得要死 找不到他 他人人找到了 他抱着警警 我们也会抱啊 怎么会抱 抱在一起 只有西方能会啊 我们不会啊 才怪人 只是中国人比较聪明 知道怎么抱到合理的地步 就跟孟子讲得最清楚嘛 你的嫂嫂 掉到水里面去 你要不要去拉他 你当时又拉他 你不能说男女瘦瘦不轻 我就不拉他 那就假道学嘛 孟子当年就解释很清楚啊 嫂嫂是你的 你是男的 可是嫂嫂掉到水里面去 当然去拉他 哪里什么 哪里瘦瘦不轻 可是拿上来 你手就要放了 拿上来一直拉 一直拉 那哥哥就觉得很奇怪 拿那么久 干什么 拉上来就好了 这样子对了 有个合理度嘛 那个度很重要嘛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很了不起的地方 人家看不懂 就是中国人啊 这样那样那样 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 我每天要了解 我们要创造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夫妻在一起 不能够贪图快乐 他不生意 不可以 当然你无法生意 那又单别论 我没法生意 不是我不想生意 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只是要享受这个 性的快乐 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了 不生意 我硬讲 节欲跟不生意是不一样的 节欲就是说 我们不能生多 生多养不起 交不好 我们呢 如果要生两个的话 那生一个 不能马上就生了 那样子 与不好 对两代都不好 我们只是一个 这个叫节欲 这个不是不生意 不生意糟糕了 违反天性 你就觉得结合没有意义 但是生多了 生多也违反天理 因为你没有能力 你干嘛是那么多呢 你有什么气质啊 我们始可而止嘛 合理就好啊 我们有的子女 我们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们母亲有机会发挥母爱 我们有机会完成上天给我们的神圣的职责 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很多时髦的女性 是结婚前就跟她的要结婚的那一半 不能生育哦 生育我就不跟你结婚 那男生为了 有时候已经跟她讲过要结婚了 才碰到这样的问题 面子上就说 好好好 是是是是 心里头一百都不愿意 但是呢 那个女性她就坚持 不生意就不生意 她只有逼着这个丈夫啊 在外面偷偷生一个 那是自己倒霉 或者到了某一个年龄 她说哎呀 不生意不好啊 看到人家抱小孩 总觉得人家有成就感啊 我这一辈子没有抱一个自己亲生的小孩 我们来生一个吧 就生不出来的嘛 你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 你后悔也没有用嘛 也不能补救嘛 婚姻只是家庭的一个部分 你看我们把两个结婚的年轻人 我们并把它叫做家庭 其实西方也并把它叫家庭 这时候不叫Feminine 叫什么 叫小两口 小两口就是没有生小孩 就叫小两口 你小两口生了小孩 那就变成家庭了 就变成家庭了 所以父母共同的养育 他就会从这个养育小孩当中 增加彼此的感情 增加彼此的了解 更加同性协力 那么这个家庭 就越来越有稳固的关系 你看有时候那个先生啊 还找出晚归 但是为了小孩子 他变成 到时候就回来了 他会改变 他为什么改变 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 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老借口 我们子女长大以后 他是会离开家庭的 但是呢 彼此还是新良心 这叫什么 叫做家庭向外面去延长 他家庭的扩大 你看你 成了一个家 把小孩养大以后 小孩出去 他又成了一个家 这个家跟一个家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以前的三代同堂 那最起码我们精神上我们是一致的 我们还是三代同堂 随时打电话 随时来探望 有急事马上就过来 这是家庭向外的延长 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其实说就很简单 其实人类他要要求永生 因为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你看人到一个年龄以后 他就开始想了 我从哪里来 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死了以后怎么样 这些问题迟早都要想的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民族他都有哲学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小孩不会想 小孩子问 妈妈我从哪里来 他顶多这样问而已 你等一下 只要你是捡来的 他就认为他是捡来的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到了某个年龄就开始发现 我怎么会捡来的 人家父母都是 把小孩生出来的 怎么五十点来的 所以说我们无意间跟小孩开玩笑 小孩会把他心里头 他会耿耿以怀 他会造成他很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 人生命是很有限的 但是你们发现 很多人都很不心甘情愿了 我奋斗了几十年 说没有就没有了 说走就走了 什么都没有 就花得来嘛 所以我们慢慢就感觉到 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我们应该想办法永生 所以你看秦始皇 求长生不老药 你看很多皇帝 因为他有钱有势 他最怕死 大家没有什么成就人死 就失算了嘛 你有钱你更怕死 你有事业你更怕死 你有成就你更怕死 那就开始想尽办法 要吃药 要念丹 要考虚 最后证明 人一定要死 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 如果有钱人就可以不死 那糟糕了 那没钱人就很倒霉 如果在哪种条件之下 你就可以不死 那人类永远不公平 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这方面是非常平等的 人迟早要死 再能干也要死 长得招好干也要死 再聪明也要死 而且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总是很不心甘情愿 我们总觉得我应该永生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很简单吧 我们就开始找永生的道路 我们中国人找出三条路来 一条叫利公 就不死 一条叫利德 就永远不死 一条叫利言 所以利公利的利言叫做三不朽 那他怎么能三不朽 就是大家都记得他了 各位听出来 西方人是信神可以永生 你跟基督教老告诉你 信我这就永生 中国人基本上是不来相信 信你就永生 不信你就不永生 你真的那么神吗 基督教就是这样讲 外国人就相信 你信我 你跟永生 他们是走神本位的 他们的文化是走神的路子的 我们不是 我们走人本位 一句话就讲完了 只要大家记得你 你就死得跟神一样 随时有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祖宗老活在我们心中 就是他永远不会死 只有尊文祖先永远不会死 因为他活在后代子孙的心中 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子 你只要活在大家的心中 你就永生 不必跟上帝扯关系 不必 你跟中文得理心 但是很多人说 力功很难啊 力言很难啊 力德很难啊 那我就没有机会吗 马上就想到有啊 怎么没有 我生个儿子就好了吗 所以说中国人 他那么重视生儿子 就是想永生啊 没有儿子 女儿也好啊 只要女儿记得你就永生了 这一段我们其实说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都不应该生男儿女 那死的就死了 死的谁记着你啊 你看只有你的子女 在每年你死的那一天 他会跟你拜拜 拜拜 那个跟死你其实没有关系 那只是我心中永远有我的父母 我不会万本如此而已 但是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把我们人跟动物区隔起来的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有祖先的观念 我们心中永远有我们的父母 那将来我们的子女心中永远有我们 那我们就永生了 重点这条路是很理性 而且人人都做得到的 男孩女孩一样好 因为今天的教育很普及 对不对 你有一个儿子 他会在你死了以后 每年的忌日跟你拜祭 你有女儿照样可以做啊 为什么不能做呢 人像其他动物一样 他会有性的冲动 但是人他会接受道德的制约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伦理 我们很多限制 看起来好像对中国人是个负担 其实是让我们得到永生的一条路子 要不要走 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 我们中国人是生物性的本能 我们接受到道德的制约 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受到这个礼教啊 绑得实实的 其实不是 我们家庭有家庭的家规 叫家规啊 我们宗族有宗族的约束 我们社会有社会的礼俗 都在什么 都在在我们的生物性的上面 加上一个文化性 我觉得这是人都很荣耀的事情 我们要从事性行为 我们要生育子女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千万记住 只有卧时之类才是夫妻 卧时之类就不是夫妻吧 就一句话就讲完了嘛 你看睡觉的房子 睡觉的房间 为什么要有门呢 那门干什么呢 是房小偷的吗 大概不是吧 你去看很多老外 他这个夫妻啊 在从事性行为的时候 他门是不关的 还发出很多声音 那小孩在旁边看 这神是不是体统呢 他旁边就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也开始了 两个人在性行为的时候 要拿自拍啊 把自己整个过程拍下来啊 然后有一天啊 这个到网站上面去 游船啊 这是好现象吗 我不晓得这算什么 但这叫时髦 这叫时尚 女生说 你看我长得这么美 要让他就看到 那你脱的衣服 在大街上走就好了 很快就被公安抓去了 我跟你讲 我们人要自爱 来让一个人化妆 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欣赏用 不是给大家欣赏 如果一个女孩子化妆 是给前世的人生产 这个人变什么 变什么嘛 少数人欣赏 就叫剧泥 多数人欣赏 就叫交际花嘛 你愿意你的女儿 做交际花吗 你愿意你自己 编分花瓶吗 做交际花吗 我不晓得了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中文就说 夫妻把门关起来 你爱怎么抱 你爱怎么热闻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都是 当时不要把生意搞那么大了 可是呢 你一出外面 衣服穿整齐 这是文化嘛 那不是动物嘛 这样就对了嘛 这样你就给你了解 为什么中文这样那样呢 你看我们女孩子从小告诉她 衣服要穿整齐 不能露这里露那里 人是穷到没有办法 那叫做衣服避体 就是我的衣服 持来这里 动一个动 拿着一个动 因为我没有钱 我穷到这都 现在不是 现在故意这里开一下 拿着开一下 这样叫男女平等嘛 这是女孩子自己贬低自己的身价呀 我觉得女孩子很奇怪呀 一方面要争取我的权利 一方面处处 在表示他不如男的 你看有没有男的 说这里露一下 那里露一下 有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女孩子穿衣服 这里要露 露看人家看 还不高兴 但都高兴 你看你就被露就好了嘛 你穿那么短裤子 干什么呢 哪是都让他看 你看我干什么 那谁叫你穿那么短呢 真的有一天 你穿那么短 人家都不想看 那我看人类也快完了 也快完了 这时候女性非常矛盾 这是那些女权运动的人 他怎么不去注意 该注意事情你不注意 你真搞那些没有用的事情 我把这个腾部 把腹部露出来 把腹部露出来 那你赶紧不要穿衣服就算了嘛 那么辛苦干什么 不给你脑筋嘛 我们文化 是让我们活得有体面的 一个女孩子传的整整齐齐 很大方 很体面 不是啊 他搞得个乱七八糟 就为了两个时髦嘛 人家看你 你又不高兴 等到一天人家不看你 你全完了 那就好了 其实我们中文最了解 人的心理 你通通让男性看到以后 男性对你就不稀奇 将来有一天 我们看到女孩子 拖拖光光的 所有男生都不动于衷的时候 我看这个人也完了 也完了 我们中文最了解 就是用一点神秘感 那你看不清楚 你才有兴趣嘛 没有啊 像外国人一见面 就把余国拖掉 弄不动就是裸奔 到了有一天 我们异性之间 完全没有吸引力 完全没有神秘感的时候 我请问你 人物要走向哪里去 所以中文化在很多地方 都是值得我们 好好去爱惜 好好去发扬光大的 而不是陷阱的这样子 除卦原来是用四草 可是四草现在太难得了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策 策画的策 从这里来 五十策 就是五十根画策 我们的根据 是续词三传 第九章 有这么一传文字 叫做大眼之数 五十 眼就是眼传的眼 一共有五十只 其用四十有九 但是事实上 只用四十九根 我在问各位 那既然就用四十九根 就好了 会不会要用五十根 你看我们中文 人死离后 我们要替他超度 我们都是头七 二七 三七 四七 五七 到七七 四十九天 然后就不管他 因为七是变数 六六大顺 同七就变 所以四十九 就是整个变化的 一个过程 分而为二 以向两 卦一以向三 舌子以四 以向四十 归姬 那个念姬 就是余下来的树 归姬 以乐 以向润 五岁在润 库在乐 而后卦 看起来是一点 不太清楚 我们演练过以后 大家就非常清楚 现在大家先不忙于做 先看 看以后大家再来做 非常容易的 把五十根 撤 双手 拿在手上 表示什么 表示很恭敬的意思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 我们是想 得到一些 资讯 实际上啊 真正的科学一句 就是透过 整个演算的过程 来引发 你的第六感 人 五官的感觉 其实都不可靠 但是我们非常相信 五官的感觉 我亲眼看到的 看错了吗 我亲眼听到的 听错了 五官都会骗人 但是我们很相信 五官的感觉 第六感是不会骗人 你看有大车祸发生的时候 反正没有死的人都说 不知道啊 我睡着了 他就没事了 你眼睛睁睁的 不是跟你断的 就是腿断 所以以后啊 最好上车 坐稳了 就睡觉 老师不管 第六感 他会保护你 会保护你 所以我常常问一些老总 我说太太的话 要不要听 他们的确很难回答这个话 你说要听 也怪怪的 说不听也怪怪的 我的答案非常清楚 太太的话一定要听 但是太太的话是不能听的 这个就叫做 一阴一阳的味道 其实各位把这个 找熟悉以后 你什么都清楚了 如果你资讯很充足 你数据很正确的话 你就根据自己的判断 不要去问太太 如果资讯不充足 如果数据你觉得有怀疑 而且你自己想来想去 想不到一个结果 我就看到很多总经理 就打电话问他太太 他太太其实在厨房里面洗菜 拿到他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项目 第一案是什么 第一案怎么样 第三案怎么样 那太太好像听不懂 又好像听不懂 可是最后说 我这样听起来 第四案最好 老板就说 照第四案 帮你 那些干部七的要死了 那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我们白干了 总经理怎么讲 白干了 我每次问他都对 听你们的多少位 女人的第六感 是比男人要好 男人的方向感 比女人要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知道 没有什么平等 男女没有什么平等 宇宙没有平等不平等 你看梅花跟男花怎么平等 狗跟鸡怎么平等 男女有别 没有什么平等不平等 我们有很多观念 其实是错误的 男女有什么平等 你怎么平等法 男女最主要是有别 从小的教育 就不应该一样 男人要帮他培养成一个男人 女人要帮他培养成一个女人 这叫做乾坤配 我们慢慢的会在这些方面 都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因为太久以来都已经乱掉了 武士跟画册 拿在手上 表示说我是诚心诚意 要问问题 要得到一个参考答案 我不是开玩笑的 因此呢 我逼宫逼近的 拿出一只 好好的放在前面 这代表什么 代表你坚强的意志 就是不管 捕出来结果怎么样 我该做的事情 我就要做 意不容辞 而不是说 你捕出来不好 我就不做了 好我就去 那就投机机巧了 那不可以的 我这个摆在这里 对自己有个宣誓 不管占卜的结果怎么样 只要是该做的 我排除万难 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坚定不移 其实这就是 义经里面的不义 这一只就代表不义 摆在这里 然后四十九日开始变义 下面那句话 叫做什么 叫做分而为二 一向两 你把这个 随机的 英文叫做random 你随机的把它分成两部分 随机 然后你就知道 分阴阳 分天地 我倒问你 哪一首是天 哪一首是地 中文 左为天 右为地 天地 它毕竟是不相同的 天地 那人从哪里产生呢 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 人 是从地里头长出来的 所以从这里拿出一根 放在这里 天地 人 三才 出现 刚才是太极生两鱼 现在是 天地 人 三才 天 地 人 三才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里所剩下的 多少根 四十八根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然后开始 每四根 春夏秋冬 元亨利争 变一座 每四根 春夏秋冬 元亨利争 每四根 一座 就是那里所讲的 十二字以四 以相四十 你把它分成 四个一座 四个一座 剩下来的就叫积 积就是余数 剩下来的可能是一 可能是二 可能是三 可能是四 所有可能 这边是三 你就拿来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再开始 看这边 也是同样的 四根 一座 四根一座 它这里 一定是一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 总数 不是五就是九 我想这些都是数学的 都是排列组合 你不可能出现其他的数 不是五 就是九 为什么会九 就是当这边也剩下四 这边也剩下四 两个八 加上手上一根九 如果这边是一 那边就是四 如果这边是二 那边也是二 这边剩下三 那边就剩下一 然后就第一 这边就放在这里 再把其他的丢拿起来 同样的 随意分成两部分 放好了以后 再拿天地人 然后照样的 四个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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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次就剩下四了 这边剩下三 为什么 因为这第二次 不是四就是八 反正不是四就是八 然后再放在这里 进行最后一次 十一滴 分成两半 天地人 三财 这边四根 剩下三根 挂这里 这边也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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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剩下四 第三次 不是四就是八 也不会有其他的数字 最后剩下这类有几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得到一个七的数 七是代表羊 反正剩下来的 只有四种可能 一种六 一种七 一种八 一种九 六七八九 其中六 是老阴 九是老阳 七 是少阳 八 是少阴 其他都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画挂的时候 是由下而上 密切它是由下往上走 所以很多人研究中国人事情都说我们是top down 是由上而下的 其实不对 从国人通通是由下而上 我们没有说由上而下 没有 因为气它是由下往上走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要这样做干嘛 气沉当田 我们要把气往下 不然浮起来 你浮起来就头发脑脑脑 而且身体好不好 看你两只脚 你看很多人到年纪大的时候 他走路就是这样子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反正两只脚迈不开的 其实都要小心 人最难的就是两只脚迈不迈得起 迈不起 我倒是劝各位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你的手心放在两个圣门里面 然后去踢你自己 你去踢你自己 刚开始是踢不到 连踢就踢不到 你能够连续贴两百次 你的身体非常好 两只脚站稳 一只脚踢 另外一只脚踢 另外一只脚踢 他踢个十下以后就踢不到了 中国人养生 他是最有一套 尤其是道教的东西 一切都是根据天地自然 意去游下身 所以中文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有事没事 他把两只手心一定把自己 因为这两个是圣门 然后就开始提 跟人家聊天经常做这个动作 就是从意经来的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写个七 然后他就是羊 羊有两个 一个七一个九 七不变九变 所以这里没有变就是七 整个讲完 各位慢慢再了解就知道了 一个挂一共有六摇 就是一件事情的六个阶段 现在我们得到第一摇出来 再重新 那个还是不动 那是不义 这些是变异 不义 自然的分成两个 不要刻意去算多少 分来以后 把人夹在这里 天地人三才 出现了 然后 每四根一缩 这次比较多 四根 把这里 你看这次就得到九了 反正你第一次 不是五就是九 否则就是错了 就是算错了 刚才那次是五 这次呢是九 放在这里 进行第二营 你可以把这里分得很小 可以 没有关系 放到这里来 在哪一根 天地人 然后这里 很巧他又分这四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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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八 不是四就是八 这次得到的是六 这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得六的机率最低 六最不容易得到 因为他每次都要拿到最多数 九八八 平常很少拿到这么多 出现六的机率最少 出现九的机率是第二 出现七的机率是第三 最常见就是八 告诉我们 多数事情是不变的 真的变是少数 不是多数 那我们得到六以后 我们就开始在这里写个六 然后画一个断线 因为这是阴 六 它是会变的 所以这里就变阳 这个我们等等再说 还是要想同样的事情 每一次都要想同样的事情 不要不想 不想那第六感就引爆不出来 然后照样的把它分成两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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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五 再說一遍,不是五就是九 否則就是算錯了 現在是八,不是四就是八 這次是四,剩下來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又得到八 寫一個數字八 八是不變的,七也不變 然後這邊呢,畫一個變卦 這就叫變卦,這叫本卦 變卦,因為有六有九就會變 如果全部都是七八七八,它就不變 所有的過程都是重複的,都是一樣的 時機分兩次 這個代表人、天、地、人、三才 其實又比較多,九 不是五就是九 這次是四,不是四就是八 最後一次 這次是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 還有兩次,就有一個掛出來 六搖層掛 十五、四、七、四、五、六、六、七、八 二、四、七、五、七、八 這叫雞 歸雞 一共五個 這叫雞 歸雞 這叫雞 歸雞 這叫雞 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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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雞 歸雞 最後一搖 最後一搖 這次是第18次了 一共將來回18次 1、2、3、4、5、6、7、6、7再來了 我們每一個掛一共有1、2、3、4、5、6 由下往上有六個叫做搖 一個叫做搖 搖就是變化的意思 隨時隨地都在變化 然後在這裡它分成上下兩個掛 上下兩個掛 這個上面這個掛 它是火 下面這個掛 它是雷 變了以後 變什麼 變直 下面還是火 那這樣一來 我們知道它是什麼掛呢 我一直主張大家不要背 因為我們年紀大也才學 你背很辛苦 那萬一背錯了 糟糕了 所以用查的 我們這裡有一張表 非常容易查 這邊是上掛 這邊是下掛 上掛是火 所以你找到火 下掛是雷 你看火 雷 四克 四克掛 它是易经的21掛 大家看這個掛其實很容易 你把這個看成是上嘴唇 這個是下嘴唇 然後兩排牙齒 髒的大大的 要吃東西 如果沒有這一盆的話 那就是大小通吃 現在有一個梗在這裡 所以叫四克掛 克掛者的克 你要嘛把它搞斷了 要嘛自己牙齒斷了 總是兩樣斷一頓 對不對 就是當你要吃東西的時候 你碰到阻礙 這個掛的意思是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碰到阻礙 你看啊 你要積極行動 才能夠克服困難 它告訴你 你這個 算出這個 演化成這個掛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目前 你是碰到困難 要積極行動 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呢 會變成火折 還是火 下面變成折 折在最底下 火折魁 魁掛的意思 就是 就是 小事還可以 大事是完成不了的 這叫愧 眾目睽睽 他每個人都登了你 這個競爭性很大 那你 算到這個以後 你自己要怎麼決定 我們今天因為沒有在問什麼事 所以只是 隨機 算出這個掛 只是給它做參考 那大家可以自己演練一下 我們 明天下午 我們一起來 祝 祝一個話 就是說 人類能不能安度 二零三五年 哈哈哈哈 哈哈 OK